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突破了宋太宗的心理底线 宋太宗不能允许一个草民建立一个格局政权 所以重化五年的二月 宋太宗决定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大蜀起义军的问题 这样就派出了以王继恩为首的官军前去镇压起义军 官军的进发是采取两路 水路并进 水路就沿着长江入术 陆路是从建门入术 两路大军同时兵发四川 这样就带来了三个问题 第一 李顺怎么来应对宋太宗出的这张牌 第二 最终的结果如何 第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我们先讲建门入关的陆路这一支部队 这一支部队的统帅 直接的统帅就是那个宦官王继恩 此人带领的是法蜀的主力部队大军 他的第一关就走到建门了 大家知道建门 当然今天我们到四川去建门走高速就可以上去了 还保留着建门关三个大字 那个地方你到了建门 你今天到建门去看 仍然可以看到 它是层栏叠障的一个咽喉要道 当然现在修了很好 高速公路可以上去 但是中国古代这样一个地势简要的地方 很明显是入属的一个咽喉地带 掌握了建门 那么你就可以掌握了四川入川的制高点 所以建门这一战应当是非常重要的一战 但这一战的结果 我可以提前告诉大家 齐军打败了 为什么打败呢 我们讲三点 第一 李顺错过了最佳时机 李顺建立大蜀政权的时候 已经占了四川的绝大部分地区了 包括成都在内 一些重要的周线全部都占了 但是唯独建门关 他没有拿下 李顺建立大蜀政权的时候 竟然没有把入属的咽喉入属的重要的通道建门关拿下来 为什么 只有一个解释 太自信了 太大意义了 那这个自信源于什么呢 自信又源于他所向披靡 公务不克的一连串的胜利 这样的一个结果 可以想象 我们甭说李顺是个四川土生土长的人了 但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会知道 建门关就刚好恶守在陆路 有闪入川的咽喉地带 李顺竟然放弃了这个地点的争夺 没有去夺取 这个地方的守军有多少人啊 只有几百个宋军在把守 就那 当时李顺的起义军多少了 二十多万大军 他竟然没有派人去拿 拿这个建门关 所以当宋太宗决定去逃法李顺的时候 建门关竟然还在宋军的手中 这个轻敌大义是不可宽恕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太顺流了 李顺的这一年太顺流了 这一年之间风气云涌 一年之间沧海桑田 一年之间李顺变成了孟顺 太顺流了 也就是说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来得突然了以后 满满的幸福就占据了你的整个的心房 把你压的什么都不去想了 所以李顺就忘了 还有一个建门关没有掌握在此中 入属的门户仍然在大宋的守军之中 这个可以说是李顺最失误的一点 所以当李顺派军去收复建门的时候 宋太宗的大军已经从中原出发了 但是唯一 让李顺感到幸运一点的 就是大宋的军队还没有到建门 建门的守军仍然是原来那几百个士兵 那么李顺派了多少军队去打建门呢 数千人 我们看一下续字通鉴长边 有两句记载 李顺分遣数千众北宫建门 建门疲兵仅数百 李顺派了几千人去了 对方有多少人呢 疲兵数百 不但人数少 而且前面有一个词叫疲兵 疲惫不堪的士兵 不是精兵 数千和数百 这两家GPK 大家可以想 这基本上是十比一的比例 按说这个仗打出来 还是能够打的 十比一嘛 但是相对于战争来说 还是少了点 如果说李顺丢失建门的第一个原因 是他错过了最佳时机 那么他这一仗打败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派出的兵员太少 只派了几千人 派几千人本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怕什么呢 怕意外 怕万一 这个长期听百家的观众 都是对历史有特殊兴趣的人 长期听历史你会发现 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意外 意外往往改变历史 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改变一个王朝的命运 结果出现了意外 出现什么意外呢 建门的守军将领 也就是建门都监 是西京作坊副使上官正 这个人服姓上官 三名一个正 上官正领着几百个匹兵在那守 李顺派了几千人去围攻 按说这个仗打起来 李顺的军队应当打得比较顺 上官正防守得很累 所以眼看着上官正就要坚持不下去了 突然中间出了意外 什么意外呢 成都监军 速汉在成都打了败仗 丢了成都 他带着一波残兵败将 想从建门关 逃命了 要从建门关过 他赶到建门关的时候 正是上官正防守建门关 眼看要支撑不住的时候 苏汉 就成都监军苏汉 带了几千军队过来了 败兵 打了败仗的败兵 但是你没有想到建门守兵只有数百人 他再来的几千人 加到一块 上官正给肃汉 两家 合兵一处 这李顺的军队就占了劣势了 李顺原来不占地理上的优势 人家建门的守军占的是地理 但是你占的是人数众多 但是这个时候来了第三方 败兵这一加入 数量上就发生变化了 你唯一的优势 数量优势丧失了 结果在上官正给苏汉 联手打击之下 大蜀军的数千兵 战败 被杀 只有三百多个士兵 各个带伤 逃回了成都 这就是第三个言语 官军误打误撞 这个李顺呢 是什么都想到了 他想着就几百个人 我派几千人去打 但是你没有想到 又来了一股人 谁也没算到 好了 攻占建门官的失败了 因为你想想 这一仗败得非常关键 建门官你没有拿下来 你过去在你的鼎盛期 没有拿下来 太宗派兵来镇压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拿下来 那就是宋太宗 太平镇压的时候 第一仗李顺就打败了 是兵败建门官 这一仗 李顺的军队败得很惨 逃回来这三百多个败兵 各个带伤 李顺一怒之下 把这三百个人 全部拖到成都东门外 一律出战 对宋太宗来说 这是意外之戏 太宗原来派兵去 征伐李顺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建门官在自己的手里边 他以为李顺只要站在四川 谁都会想到 第一个要把建门官拿到手里面 建门一定要重兵防守 太宗原来的准备是什么了 在建门官打一场硬仗 打一场持久仗 最终才能拿下建门官 但是他没想到他还没去 他原来的军队就已经打了个大胜仗了 这等于是给宋太宗送了个大礼包 太宗可以说是意外之戏 对于李顺的军队来说 这是意外之败 这一败带来了两大问题 第一 士气 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一句俗语 叫兵败如山倒 这个仗不能打败 为什么这个管军事的人 主管军事的人 他一定要说 一定要打胜仗 这个仗不能打败 因为仗一旦打败以后 他影响的不光是军队 而是影响整个部队的士气 士气丢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入川的大门大开了 宋军可以通过建门长驱直入 而且是居高临下 建门相对于成都来说 成都就是一个盆地的谷底 建门是入川的一个制高点 如果从建门关向成都打 那是居高临下 这样打下去 那地理由是完全在宋军手里边来了 所以第一仗打败了 那这样起来 大家就会问 李顺的几十万军队 直派了几千人就打 建门关 他都主力上哪去了 建门关之战 李顺只派出几千人 那么他的主力部队去了哪里呢 李顺为何如此经历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戏的节目 宋太宗指风流云散 对于宋太宗来说 建门之战是一场意料之外的胜利 本来朝廷大军对于攻打建门很是头疼 知道这是一块硬狗头 正在他们思绿良久调动兵力 做好打持久战生死战的时候 建门却传来了解报 对此宋太宗极为高兴 因为他知道 只要建门一破 去往蜀地的阁道便没有了障碍 朝廷大军可以长驱止入了 胜利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 那么对于李顺来说 建门之战的失败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呢 李顺派到滋州去了 因为成都外兵就逃到滋州了 他觉得要打滋州 他派了多少军队了 他打滋州派了二十万 而建门官却打 自派了几千人 李顺在这个军力的分布上 明显有失误 如果你建门派出来几万人呢 你就是上官证 再加上苏翰 再加上其他外兵 你也挡住你几万人呢 结果他在军事兵力的安排上 建门只用了几千人 自助用了二十万 而且派了一个大将 向桂叫他率二十万大军去打四周 结果自助这一战 又败了 这一败可叫李顺 元气大伤 二十万大军打一个自州 为什么败的呢 这一战败的 其实并不窝囊 因为对手很强 资州的自州 叫张庸 张庸这个人 很厉害 庸出文李顺乱西川 即某位成首记 这是续自助空间长编的记者 张庸当初一听说李顺 在四川 起事了 马上他就开始 做守城的准备 换句话说 当王小豹李顺起义开始以后 他就开始防备了 那他的这个战备工作 已经做了一年之久了 长期做了战争准备 这个有准备跟没有准备的军队 那打起来是完全相反 为什么二十万大军打资州 打不下来 第一 就是对手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第二 资州的战略战术很得当 派去打资州的这个相桂 也是李顺守下的一个得力将领 相桂知道 如果你要单纯的从外面攻一个城 那是很难打下来的 他怎么打呢 相桂又想了一招 他把他的主力埋伏在资州城外 然后找了一批累兵 什么叫累兵啊 老弱 老的 低的 瘦的 看起来没有力量的 把这帮人全拿上来了 然后让这帮人还不能穿铠甲 集中了一批老弱病残 然后让这批人跑到资州城下去 又骂又叫 这一下子 把资州城的两个手将给吸引来了 一个就是那个张庸 另一个是原兵的那个卢斌 他两个全来了 卢斌一看 卢斌觉得太可笑了 李顺派的这么些人来了 我出城就把他收拾了 张庸说不行 他用这么一些老弱病残 他是誘我们出城的 只要我们出了城 他的精锐一出来 我们就回不来了 城外打了败仗 就会影响城内的士气 坚决不能出城 张庸道还真是很有经验 把相桂的这个工程战术给识破了 这样一来 那相桂没有办法 只好强攻 你强攻人家做了充分的准备 所以你一攻城 护城河会挡着你 你攻到城下 人家准备好的弓箭 石头带着火就全砸下来了 攻不下来 双方进入祥赤阶段 这一将是持续了多长时间 八个月 二十万大军八个月没有拿下一个自州城 所以打自州 打成持久战 打建门倒是速战速败 打自州 打成持久战 这持久战打的时间长了 王继恩的军队来了 王继恩的指派了几千士兵 从相桂的背后 搭起来了 城里向外打 城外向里打 相桂的二十万大军 内外加攻 又加上八个月的消耗 士气早就没了 所以攻打自州败了 自州一败 那可以说整个宋军和起义军的这个较量的天平 向宋军倾斜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李孙被困成都 成都城内的气氛 也开始沉重情 那么成都之战会是一个什么情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戏的节目 宋太宗旨 风流云散 大宋官兵的两次关键胜利 在气势上 给予起义军重重一击 为最终打败起义军 赢得了足够的筹码 再加上王继恩的军队一到 李顺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 在两个月的时间 已经消失大半 多数州县的尸首 使大树首都所在地成都 很快成为了一座孤城 李顺也被困守在成都 战争形势的顺序变化 战局的发展 直接影响到了成都 城内的气氛 也开始沉重游移起来 那么在成都又将是一场大战 而这场大战 对于李顺正确来说 将是一场生死之战 那么成都之战 会是一个什么情形呢 王继恩援助 把资州 这个保住以后 王继恩的军队 包括资助军队出来以后 攻占了许多 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 绵州 狼州 鹏州 八州 剑州 相继都失守了 换句话说 李顺用了一年时间 打下来的州县 两个月 几乎丢光了 所以成都 在两次大败以后 成都发生变化了 第一 军心生变 齐军原来就是什么人呢 农民 原来都是扛出种地的 李顺一起来 他们就扛着这个锄头 拿着棍棒 跟着齐军就起来了 这样的人多势众 碰见那小股部队 捧着那些贪官物力 打起来顺风顺水 但是真正的遇到了 大规模的正规军 大兵团作战 不行了 所以 整个成都守军 有一种最可怕的 心理出现了 恐惧 第二 物资紧缺 为什么物资紧缺呢 因为 绵州 朗州 彭州 巴州 建州 这些丢的这些 城池的这些士兵 往哪去啊 都往成都跑 那你想想 成都原来就有驻军 各地的败兵 都跑到成都去 带来一个什么问题 供应成问题了 大家都去成都了 成都哪有那么多粮食 供大家吃啊 所以 供应成了问题 物资紧缺 第三 缺少训练和缺乏经验 这时候成都军队还有多少了 还有十万 还有十万一军 但是这十万军队 主要是农民 他不是九经战斗的 沙场那些 有受养的士兵 所以他不是精兵 是十万农民 没有训练 没有大规模作战的这种经验 所以当王继恩率领那些精兵 来攻打成都的时候 成都的守军 在各个方面和对方比起来 都有差距 比如说 人数 你比不过宋军 比如说装备 你比不过宋军 再比如说 你的战斗力 单兵的战斗力 整体的战斗力 都不如城外的宋军 所以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之下 尽管 守军 打得非常顽强 战死三万 十万起义军 战死三万 就这 成都还是被攻破了 十万军队 三万被杀 七万溃逃 大蜀政权的八个主要的领导人 全部被抓 但是唯独 李顺不见了 大蜀政权 最重要的首脑 李顺 消失了 蒸发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五十九岁的太宗皇帝是如何驾崩的 关于宋太宗的死 历史给出了什么不同的说法 渐渐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 宋太宗第二部至太宗驾崩 成都之战对宋军来说 是最具有打击性的 他直接推翻了大蜀政权 除去逃亡的部分参与部队之外 宋太宗围剿李顺起义的任务基本完成 王小波李顺起义 在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后 终被镇压 三万多名起义军战死 唯独李顺的下落不明 这一问题 从成都被官兵占领之时 就奇异丛生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李顺最后的结局如何呢 这个问题啊 据我们现在看到的 比较可靠的宋代文献 比如说宋史 虚同验长编 都记载李顺被抓住了 大蜀政权的首领 李顺被活捉了 后来被处死了 但是这个记载很不可靠 实际上 李顺的结局有好几种说法 第一 混战中遇害 这是第一种说法 也就是在李顺率领的大蜀政权的最后关头 李顺是直接上了战场 结果在战斗中间牺牲了 牺牲以后 由于战争的场面非常残酷 死后面目全非 辨认不出来了 这是农民起义军首领最好的结局 第二种说法 违装潜逃 化妆潜逃了 这个也有文献记载 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文献 老学院笔记 这是宋代南宋著名的大诗人陆游写的 还有孟希彼潜 审阔的孟希彼潜 还有宋拜内超 这三部书呢 记载的大同小异 说李顺是怎么逃的呢 在成都即将沦陷的头一天的下午 李顺突然召集 整个成都市内的几千个僧人 全部进宫 为大蜀政权祈福 然后又召集了几千个少儿 把这些少儿的小男孩 把这小男孩请过去以后 也一个一个头发剔了 都穿上僧人的衣服 到了这一天的深时 深时知道什么时间吗 下午三点到五点 然后 把城门打开 出来的全是和尚 全是光头和尚 不拿任何武器 当然宋军也就不追杀 这几千个和尚 从东门给西门同时出城 有大和尚 有小和尚 有真和尚 有假和尚 全出来了 这几千个和尚一出来 李顺没了 不见了 所以人们揣测 李顺最大的可能 是自己把自己的头发 也来了一个 推光 然后混在和尚堆里 出城了 这是第二种说法 说第二天 等宋军进了城 找到了一个 长得特别像李顺的人 大胡子 长得特别像李顺 把他杀了 但实际上这个人不是李顺 这就是伪装潜逃说 这个说法挺好 说这个说法挺好 因为他给大鼠政权 齐军领袖 安排了一个最好的结局 全身而退了 但这个说法 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很难符合历史的事实 为什么呢 有两点原因 第一 记载这件事的三本书 这三部文献的可靠性 有问题 换句话说 这三部文献不太靠谱 大家知道我们在 白日讲坛讲历史的时候 要凭借文献 但文献是分级的 我们使用的绝大部分 是续字中间长编 这个宋史这一类的 一级文献 它最可靠 至于老学人笔记 梦西笔谈 还有这个宋拜瑞超 这一类的文献 不太可靠 一般我们不用 偶尔引用一下 作为一种说法 第二个原因 李顺出城以后 为什么不给 剩余的集军会合呢 大家知道 成都保卫战失败以后 十万大军 三万战死 七万溃逃 其中有一部分逃出来的人 在另外一个齐军将领 张瑜的领导下 又巨堆了 而且张瑜领导的这一股残兵 竟然一下子占据了八个州 形成非常大的一股势力 如果李顺 活着出城了 他完全应当和这些人会合 李顺要和他会合 李顺如果出现在残兵之中 那对这个齐军的士气 鼓舞多大 为什么再无消息了 所以这个违装潜逃的说法 不太可靠 第三种说法 死于压戒途中 我们现在看到宋史太宗记有记载 记载什么呢 大蜀政权的八个高级官员 被从成都压往开封的途中 在陕西的凤翔被处死了 太宗记的记载叫 折李顺党八人与凤翔 折是一种酷刑 把这八个人在陕西的凤翔 全部处死了 所以人们怀疑李顺同时被处死了 但这个说法有问题 第一 被处死的八个将领 高级官员的名字 史书都有记载 唯独没有写李顺 可见 这八个人是在凤翔处死了 李顺是不是在凤翔处死了 只是大家的猜测 第二 杀李顺 为什么记载的如此简单 因为他写的是折 这个李顺党八人 李顺作为宋太宗的死对头 作为起义军的一号 这个首长 那么对他的处理 绝不会就用一个折子 就这么简单的记载一下 显然这个记载太简略了 简略到让人生疑 第三 为什么在凤翔处死 李顺在宋太宗的眼里边 是贼首 属于首恶 属于必办的首恶 对于这样的人 最好的处理地点是在哪 开封 是在京城 为什么在压界的途中 在陕西凤翔 就处死了呢 难道怕人劫吗 为什么在打了大胜仗以后 就这八个人押送的时候 要中途处死李顺呢 这些说法不合理 因为只有在开封处死李顺 他对整个国家的影响 和对那些想造反的人的政策 是最强最大的 在凤翔 在途中 让人感到处理的太轻率了 那要这样来说的话 那很可能李顺没有被他们抓住 我们讲过李顺站死了 李顺要是站死了 他们怎么会抓住李顺的呢 那既然是李顺站死了 他没有抓住 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宋使 给旭通鉴长边 都说李顺被抓住了 最后被处死了呢 这个该怎么来看待呢 应当说 宋太宗太需要李顺了 宋太宗太需要李顺了 这样就出现了两种说法 第一 是王继恩邀功说 第二 是宋太宗稳定说 这两种说法我们都介绍一下 先介绍王继恩的邀功说 王继恩带了几十万大军去 消灭这个大蜀的起义军 最后打胜了 把他的政权也摧毁了 把他的高级的官员抓住了 王继恩应当说立了大功 但是王继恩最大的遗憾 是没有抓到李顺 因为李顺站死了 没有抓到李顺 那么他就不可能 把李顺带到京城去 所以王继恩为了邀功 就找了一个向李顺的人 然后把他抓住 说这个就是李顺 但这个人又不能压到开封去 压到开封到那一审 就露线了 所以就在半途中间 把他杀了 这样一来 王继恩就立功了 第一李顺抓住了 第二李顺我处死了 但是王继恩敢这样做吗 谁敢在宋太宗面前 搞个冒名顶替呀 而且是个匪首 按照宋朝的官书来记载 那叫贼首 没人敢这样做 这件事 如果说被宋太宗知道了 那么在贾李顺的脑袋搬家以后 王继恩的脑袋也要挪窝了 所以王继恩不敢这样做 如果说王继恩不敢这样做 宋太宗敢不敢这样做了 宋太宗需要一个李顺 而且需要一个真李顺 这个真李顺尽管是带引号的 他也需要 因为只有抓到带引号的真李顺 无论是真李顺或者带引号的真李顺 对于宋太宗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所以宋太宗需要处理李顺 来稳定全国的军心民心 这样一来就会出现贾李顺 抓了一个人冒充李顺 把他杀了 然后就记在了史书中间 当然我们这是个推测 这个推测并不是毫无道理 我们举一段老学员笔记 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文献 但这个文献呢 记载了很有意思的故事 我们不妨听一听 有一个官员叫张顺青 这个张顺青的官员呢 给宋太宗上了个奏章 他说 我听说李顺已经逃了 老百姓献出来那个李顺的首级 是假的 宋太宗什么反应呢 宋太宗认为 你这个当官的胡扯八道 你这是什么 你这是抹杀了几万将士的功劳啊 当然 宋太宗的真心话是 你把我的评判之功给抹杀了 所以把这个官员骂了一顿 要把他杀了 后来算是免了 没杀他 给他贬官贬下去了 你看看 宋太宗最害怕人家说 他抓了一个 他杀了一个贾利顺 那说明 他确实是抓了一个 杀了一个贾利顺 所以一旦有人说是贾利顺 他马上就火了 但不管怎么样 成都攻陷以后 失守以后 李顺就消失了 所以太宗的评署算是完满结束了 太宗可以喘口气了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在平定了王小福李顺起义的第二年 宋太宗就离世了 十年五十九岁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五十九岁的宋太宗 就这么撒手人寰的呢 请看下集 太宗下方 太宗 好 太宗 不聚 分